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平安 现在有我们祈祷的时间了 请大家一起起立宣告神的名 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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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军之夜和惑 他都荣光充满全地 主神全能者 你的作为大灾奇灾 万世之王 你的道徒意灾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要我说 没有能给你的 你本为大 有大能大力的名 万国的王啊 谁不敬畏你 敬畏你本是合而的 因为在略国的智慧人中 所有政权的尊庸也不能给你 你们要站起来清重 也我说 你们的神永世无尽 也我说 你荣耀之名是应当清重的 超乎一切清重和赞美 你唯独你事 也我说 你做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君也都敬拜你 也我说 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清重 直到永永远远的 也我说 尊大能力 荣耀 强性 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自高 为万有之手 丰富专荣都从你以来 你也自你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赞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神的名字应当清重的 从减股值到永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服他 他改变时候 日期 废黄 立黄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无隐蔽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 光明也与他同居 万物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性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智高者是好卫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军王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 并且归信他 你觉得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 他是管理万国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度 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妙预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 要华我们的义 大灾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言为义 就是神在欲生显然 被圣灵清延 被天使汉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女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刺客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着万有 他使剩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切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失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小荣耀归于父神 愿旧恩归于座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有归于高阳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兵 四六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伏于地 敬拜神说 阿们 众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并 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那十四位掌路与四物物 就伏伏敬拜座 宝座的神说 阿们 哈利路日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象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带来的声音说 阿利路日 因为主我们的神 神传能者 作王廖 让我们一起来与心徒告 祝我们要靠着 你的大量大力作公强的人 求祝为我们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争战 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 鼓励你的幽闹世界 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所以我们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亡压子 抵挡仇敌 并且乘着你一切 患能暂留得住 所以站稳妖 要用真理当作大致俗妖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借胸 用平衡復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我们拿着信德作盾牌 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要戴上救争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独 靠着圣灵 尝试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警醒不决 为自己来祈求 为远处近处的家人来祈求 为轮舍来祈求 为社区来祈求 为城市来省望 为国家祝福 为万族万民求平安 愿主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祷告生命 叫我们在我们的事奉里面 能够证明上帝是真的 真是由真的生活的主与世人同行 愿主为你的名起来工作 我们满心的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 圣名求 阿们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 就是 你可能有时都会听到的 你预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这句话里面 很多时候 你在要参与一些事奉的时候 可能你会听到的 今天我们就在代讨层面里面 问问你 你预备好了吗 为什么要说预备呢 因为原来末世景况里面 我们很需要预备 主耶稣基督 在《密体福音》24章 42-44节 一直这样的说法 他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 是乃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间天有策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滑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这个预备很重要的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所以预备 就是让我们知道 在困难的里面 我们能够预备好的话 就不需要有困难 因此 你会看到很多困境里面 我们处理得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未预备好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个新的病毒 叫Omacon 我们求助帮助我们 他告诉我们 总要警醒吐告 免得入你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 愿意欲 体却愿弱了 什么叫总要警醒吐告 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的 不过有一件事你要知道 总要 警醒吐告 但有时候可能会说 我不会祈祷 不会祈祷都是内容 神啊我都不会祈祷 你教我 是不是立刻可以祈祷 是吗 你不一定是 有一个化解问题的方法 你才祈祷 就是因为你不识气 求神教你 这个都是祷告 总之我们有神 介入在我们的思维里面 我们就不会再有迷惑 所以我们知道 你有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 在旧约的时代里面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他说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你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胜尽力 我耶和你的神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恩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上厄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 并在你的城门上 所以看到 在旧约里面 是要让我们知道 你走到哪里 你都能够看到神的话语 为什么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呢 因为祂的说话 就是你生命之道 指示你如何走法 如果我们没有祂的说话 指示的话 我们只能够描述那个情况 在这个新约里面 耶稣引用以赛亚一句说话 祂说祂来是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 不碰也好 祂会代替我们 亦是福音的核心 是祂的大能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法 祂说耶稣基督 本来腐竹却为我们成了贫穷 叫我们因为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腐竹 因此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 如果上次的说话 这么重要的话 我们有没有平时预备好呢 我们在这里聚会 也有两年半 差不多 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 神一边有很多不同的说话 比如说在清灵这个恩典里面 大家都记得 在今年的5月12日 当罗牧师在台上说 哎呀 神啊 我们真的很需要清灵 我在台下 我就在祈祷 神是整本圣经都没有清灵这个字 怎样好呢 上次就说有 怎样没有呢 我说到哪里来啊 他说是在约宣 宫蛋挨城那里 这个圣经就是 没有留下一个 有没有一个能逃脱的 好了 琴流氢的病毒 是怎样知识的呢 琴流氢的病毒 在2004年1月 大概是3号的时候 我们祈祷 当时世卫一说 如果琴流氢一爆 就死了七百万人 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我就祈祷了 上帝让我看到一个意象 我看到一个巨人 站在那里 一只雀鳥站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巨人向他天上说 越过我们而去 那只雀鳥就说 越过我们而去 我们看到他的景象的时候 我知道越过我们而去 在圣经里面 他就叫做越过里门而去 但今天他说 越过我们而去的时候 神在圣中这城 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外邦圈要用列国动摇 神发声 地面融化 万军的耶稣说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会对他滚瓜难熟 知道吗 这些都是你的武器 你宣布上帝的说话 就是这么厉害了 到了猪流感 猪流感当然是全世界大流行的 但上帝给我们一个说话 就是在诗篇第九篇的五节 他说 神要涂抹他的命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看到 在这么多不同的危机里面 上帝说话很重要 上帝说话你要记住他 而且你要知道他会说话 所以我们今天所听到 任何的奏作套 即凤耶稣 捆绑这些奏作 总之是对你的城市不利的 其实冯主平捆绑一切就在 我们靠恩典 站在主的寶座前 所以今天你听到 有这个预言 是说 如何如何灾难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个 是盗策的工作 是偷洩 是偷进来 偷进来 在这个城市里面 因为他是遍地游行的 什么叫遍地游行 因为他届子很难 他也会进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 立刻运用 耶稣给我们的拳兵 在晚帝福音18章18节 很容易记得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意思是奉主平捆绑这些奏作 今天为了蒙福的族类 神医要告诉我们为此蒙诏 好叫我们承受福气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做代讨的 要谨慎自己所说的一切 努力活出上帝给我们的信息 做不到不要紧 要求祂给我们能力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就算再来的时候 你不用手缘 也不用害怕 因为这些霸气在上帝面前 是暂立不运的 他们心里说神必不观看 其实他现在观看 因为奸恶毒害他都看见 为了以手私行报应 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主 不会被这些示弱 虽然他说他不是人 但他是一个能力 在属灵的层面里面的能力 是叫做示弱 当上帝无道 这里就要宣布一件事 我们先前在日本 就是日本的报道里面 那些确诊突然下降得很厉害 先前是过万宗 后来变成三百宗 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他们那种病毒 是会自动灭亡 自己消灭自己 所以看到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知道今天上帝提醒 我们在不同的层面里面 上帝让你记得哪一句圣经 你就去祈祷 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已经预备好 因为上帝已经教了我们 让我们能看到 一个也不能留下 一个也不能逃脱 因为神在我们城中 这城必不动业 让我们偷光这个城市 能够祝福全世界 我们求主开路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向普世列邦宣告 上帝已经向这个世界 来发出他的说话 求主帮助我们 心里面有他的说话的时候 人就能够抬起头 能够仰望这位慈爱的主 我们一起祷告 神的愿你列天而降 要山在你面前震动 好象火烧干柴 要将火把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 主要愿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成为我们前行的指示 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求主帮助我们 赐你的说话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 宣告你带能够话语的时候 不单只是言语 是你的权能 你的圣灵 和你所赐予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的主 特别在现在这个新的病毒里面 15日世卫就已经给了他名字 我们将他的名字从这个世代里面 涂抹正尽 求主为你自己的国度 为你自己的民 呼求 你要怜悯我们到底 主是你来诗恩的主 不要让这些病毒 是与葵与嘴 是欺负按照你形象而做的人 其实整个世界里面 都已经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况下 又不可以通关 有很多地方都不可以 彼此来交流 以至于很多的情况都很紧张 主要我们很需要你施恩给我们 将这些病毒完全来拿走 求主教导我们 如何为世人所犯的罪 来求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能的人都可以离恶行线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愿主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知道 如何为这个世代 来祷告祈求 我们众人都诚心地交托给主 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你不断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是喜悦 祂有文宣告祂的说话 愿主教导我们 兼顾我们的心智 又求主给政府有关的人 都能够在这些病毒 整个城市的把关里面 能够做得好 能够防止这些病毒登陆 我们求主来诗恩 让他们赶走 完全赶走 然后追踪他们 令这些病毒 不能留在我们的城市当中 愿主给他们的聪明智慧 能够做得更加之好 又让我们整个城市 所有的市民 都能够注重健康 能够注重这些清洁 能够抵抗力好 求主诗恩怜悯我们到底 他将我们交托 愿主透过香港 能够告诉全世界 主你已经介入我们当中 你已经介入人类的世界 因为你为我们争战 愿主来显出你自己 与人同行的真实 我们满心的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最近的新闻 大家都知道 每天都有一个报道 就是Omicron 这只南非变种病毒株 我们今天要期待 就是求主指释 南非新的变种病毒株的传播 其实南非有很多顶尖的科学家 在那里做研究 其实是很聪明的 他们做了研究出来 一直都有跟踪 然后就发觉有一种 发觉之后就公布出来 然后全世界现在 起码有30个国家 禁止他们 从那里飞过来 大家知道现在欧洲 疫情是非常之严峻 上周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现在是持续恶化 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市、葡萄牙 都是非常之严峻的 现在是一直上升的 他们已经是水深火热了 现在还多了一种病毒株 我们祈祷新的疫苗也可以出 这种病毒也都可以揭持到 那我们大家一起同心讨告 住在至高者的人物处 必住在全能者的任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上帝 是我所依靠的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且不得临近你 也说是我的避难所 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恶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主要欧洲多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 是持续恶化的 包括荷兰、法国、德国、比利士 都宣布会再收紧防疫措施 包括不能排除强制全民接触疫苗 甚至再次全国封城 以揭指该国的疫情 同时也可以防范南非变种病毒株的入侵 求主思恩联敏 让欧洲各国可以平安度过 这个严寒的冬天 只要我们真的盼望在乎你 求主怜悯世人 在面化万千反复无常的疫情 生活了两年的时间 求主只惜一切变种病毒的传播 吩咐病毒远离我们越过这个世代 求主显明主爱世人到底 发明叫来自南非变种病毒 Omicron 在变异的过程中自我毁灭 好让变种病毒的药士能够快速的知识 就如先前日本的疫情快速降温一样 愿主的说话成就他所起愈的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命求 接下来我们为香港期待 香港我们求主市政府正在研究扩展疫苗气泡 你知道现在暂时的疫苗气泡都是有限的 在某些地方场所 香港最近才刚刚有达到七成人打了疫苗 香港的专家就说 如果香港要全面和中国内地区通关 或者从世界其他地方通关 要九成九的人打了疫苗 正如要考虑疫苗气泡扩展的话 就有些因素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 如果每个人都用安心行 那些长者有些没有手机 那怎么办呢 有手机又不会下载 下载了又不会用 那怎么办呢 即是有一群这样的人 或者是市长的人 又怎样让他们进入公共场所 如果你有疫苗气泡扩展到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 各主要让政府有智慧 如何处理这一个方式 好吗 我们一起徒估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 帝王值我座国位 君王值我定公平 王子和领袖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值我掌权 主说香港最近到达刚好七成人已接种疫苗 距离专家提出需要九成九人口接种 才可以达到跟内地 或者全世界的国家通关的条件 上有一段的距离 我们将这个目标交托给主 因为主也说你曾用大能和新出来的宝贝 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求主嘉宁致敌比有关当局更进一步 迈向全面通关的目标 甚远与内地通关能够继续发动更多想回内地人士接种疫苗 即使能够推高香港的疫苗接触率 除了我们将政府正研究 扩展这个疫苗气胞交给你 求主赤下智慧和聪明比有关当局 得以想出方法让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可以用到这个方程式 好像协助视障的人士 或者没有手机的长者 或者有手机但不懂得如何下载 或者使用安心行等这一类人士 甚至政府官员能够有柔和的心 直接从这些特殊需要的人士征诚意见 好叫疫苗气泡可以落实到 不同需要的市民可以参与 主要我们将这个看来难成的事交给你 因为你曾用大能和新出来的宝贝创造天地 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命靠 阿们 第一节目我们在这里提出 为南非的疫情祈祷 在南非的疫情上 我提出三方面想请大家同讨告 第一就是为南非抗疫的措施祈祷 在过去南非一直是推行鼓励人去戴口罩 我记得刚刚在2020三月刚刚疫情起的时候 其实一般人是不习惯戴口罩的 当我们戴口罩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 个个都看着我们 所以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到五月之后 他们就开始慢慢习惯 也都开始慢慢接受 现在基本上南非是有出公共场所 要戴口罩的要求 所以其实已经比以前普遍了 所以求神继续去帮助 南非人继续坚持这种习惯 这一次的疫情 在前一个星期 南非的疫情每一天只是275个人 每一天只有275个人感染 上个星期就升至到每一天有1600个人感染 所以你看到Omicron 就令到感染数突然升高很多倍 这一幅照片就是 上年九月的时候 香港有教育机构 就送了一批口罩过去一间的学校那里 你看到当时这班小学生 他们用的口罩都是很简单 一块布盖住就当是口罩了 其实是贫穷学生来的 所以是很需要外面多些的支援 他们才能够有足够的口罩用 要不然他们只能够用重复洗的口罩 因为没有办法用一次性的口罩 太贵了 所以为了这一方面祈祷 第二方面 就为了南非人民去接种疫苗 来祈祷 南非是自2021年5月开始接种疫苗 全国5500万人口 其实已经去到一半了 有2500万剂的疫苗已经接种了 所以为了疫苗的接种比例提高祈祷 这张照片就是师母在南非去接种疫苗 他们接种疫苗之后就要坐下15分钟 隔开地坐 所以为他们的愿意去接种疫苗祈祷 第三方面就想大家为贫穷人祈祷 南非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封城 封城就有它的作用 但是封城带来的就是对贫穷人很大的打击 因为封城之后他们很多工作做不到 一旦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生活不了 生活不了他会怎样呢 就用偏门或者偷或者抢的方法来维持生活 所以在疫情下虽然政府对贫穷人有些补贴 但是这些补贴都是有限的 所以是需要切切为这些贫穷人 在疫情下所受到的影响 有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影响到多严重 所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是用教会名义 捐一些食物给一个基础教机构 这个基础教机构就会把食物分发给 社区里面有需要的贫穷人 所以我们需要切切为这些扶贫工作讨告 让这些不会因为疫情而受阻 也让他们感受到仍然有人去知道他们的需要 纪念贫穷人在疫情下是比一般人的打击更加大的 我们同心为这三方面祈祷 沙天福利同心把南非交到受众 当南非在疫情很低 就是数字低的时候 就突然走出Omicron的变种 更加让人反思到我们不能做什么 只能完全去仰望主 你自己去保守 在人的知识有限的时候 让Omicron更加提醒我们 人真的愿意要回到你的面前 好好承认我们的不足 我们的亏欠 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求神的怜悯 临到大地 我们为南非普遍的市民讨告 让他们能够继续紧守各样的措施 能够可以在这个Omicron之下 能够去继续坚持戴口罩 继续去做好各样的防疫措施 以致不会在南非地方抗杀 也继续为到当中的人民讨告 当中有愿意打了疫苗的 曾继续帮助他们 当中仍然有一些在挣扎中 甚至有些受迷思影响 受一些无私的话的影响 我们求求他去解开这些迷思 让人能够知道真正要依靠天父 让他能够不是随便去听一些无私的话 能够复服在你的话语的面前 才是真正的真理 所以求神帮助 让他能够在疫情的措施当中 能够在疫苗上 能够可以更加走前一步 我们继续为到南非的贫穷人讨告 在疫情下他们是最受打击的 封关封城对他们是最大影响的 因为首庭就是口庭 以至很多的问题 包括治安、教育等等犯罪的问题 就会不断接着而来 所以求神去联敏这个地方 联敏一群的贫穷人 让他们在这个疫情下 能够可以得到供应 得到需要帮助一些教会机构 愿意伸出手去辅助这些在贫穷中的人 使他们在疫情下能够安然的度过 亦都能够在里面去得到 真是主内定性节目的扶持帮助 使他们能够知道又盼望又出路 以至不会走这些偏门的路 能够仍然是走在正路中 和神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恭敬将他们交托给主 和神带领给政府有智慧 去带领领导这个国家 来度过这个Omicron的疫情 能够去安然度过 恭敬将他们交给主 奉耶稣基有圣明 阿姆 在过几星期前发生了一宗 不是很起眼的新闻 在北角云景道一个中产的屋苑 有一个59岁的女子 在房间中被发现死亡 媒体的标题是 怀疑她被大量的衣物压死 这个女士生前和她的丈夫和三名子女 她居住在一个三房的单位 丈夫不是睡房的 是睡大厅的 单位的责物是非常之多的 遍布房间和大厅都是责物 有一天她的儿子 一早上打开门想找妈妈 发现妈妈被大量的衣物 鞋子和帽子扎着 不省人事 到救护员入屋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过世了 我们久不久住在香港 都会听到一些新闻 无论是住中产屋苑 还是住公屋 有些人很喜欢在家里 堆積大量的责物 香港有个心理专家都说 这些人患了处物症 大多数都是缺乏安全感 他们都很希望透过物件 获得控制和安全感 患有处物症的人 可能他们在过去 曾经受到欺压 内心有所缺失 使他们心灵的空洞 因而透过堆積物品填补内心的空虚 消除一些负面的情绪 漸漸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灵的寄托 在2013年出版的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冊》 正式把处物症定义为精神病 对于这些人 其实身旁的人 真的需要很耐心的对待他们 希望续续续续放弃他们储存的东西 如果你只是跟他们说 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或者你静静静静把东西掃除了 他们只会很气愤 和很憎恨你 所以其实都是需要向这些人 提供一些情感的支援 还有真的要很有耐性 去了解他们的感受 慢慢地劝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告别这些 令他们很有沉重负担的物品 其实这些研究也提及 大多数女性 老年人都倾向有些团积物品的习惯 多年前有一个基督徒团契 有一个社工他也分享 他说有一个长者 他是住公屋的 经常被邻居投诉 这间屋有很多责物 衍生很多老鼠格质卫生的问题 房屋署转介这个个案 他从一个社福机构去跟进 最后展进这个个案来到他的手上 他去接触长者的仇 长者其实也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 他讨论一切要接触他的人 因为觉得他们都是想要去收拾屋 带走他的东西 经过很长时间尝试与长者接触 喀谈之后也没有什么进展 最后社工因为他是基督徒 就向他传福音 亦每次见他都与他一起祈祷 最后愿意给食环署的人员 清走他家里的所有责物 最后这位女士还讲见证 当时社会福利署的署长 也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同事 这么麻烦 这么难做的个案 你都搞定的 你怎么劝这个老人家 其实他心里知道 真是上帝要亲自释放长者 让一同来祷告 因我们并不是与熟血气的争战 哪是与哪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理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熟灵气的恶魔争战 主要近日有报道 一个家中储存大系量衣物和杂物的女士 怀疑被家中掉下来的杂物压死 据精神科医生说 这些人可能患了处物症 严重影响个人的起居生活 也影响同家人的关系 更容易造成环境卫生的问题 其实真的需要专业的帮助 我们将所有有处物症问题的人 交托给你 求主的施恩怜悯 求主都光照他们的心 骚醒他们的心 除去他们一切的蒙蔽 求主除去他们一切的谋误 让他们能够看见真相 我们求主在这些处物症患者心中来说话 让他们懂得寻求真正的平安 不是因为他们处物处得多 物品不能够让他们真正带来平安 不断的处物也不能够让他们有安全感 也不能够填补他们心灵里面的缺乏和贫穷 我们求主他们身边 兴起好轮舍 兴起能够有关心他们的人 让他们愿意开放他们自己的心 接受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和辅导 我们更加求主兴起福音使者 向他们来传扬福音 让他们能够恩着认识耶稣 尋着真正的平安 更得着最大的依靠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 祖基督圣明求阿门 大家生活在香港 都知道香港是一个很人烟囚密的城市 那么多人 其实难免市民之间都会有些意见不合 甚至乎有些争论的情况 早前有一宗新闻 就说在屯门一格的私家车 因为欠车位、泊车有些冲突 双方就大打出手 全部人都受伤 特别是那个货车的司机 更加被打致重伤昏迷 事后亦都死了 这对夫妇后后就被拘捕 警方就将这个案件列作 是误杀案去处理 你们可能如果在手机上 其实都看到很多可能市民之间有些争吵的情况 很多时候被人拍下了之后 放了上网 我相信大家都看不少了 所以我们今天都特别 为到我们城市里面的气氛 和人能够止住怒气去吐槽 所以我们也祈求主 给我们都能够 成中所有的市民都懂得 停一停上一上 懂得思想后果 当然我们也祈求主 赐下圣灵给我们 让人都懂得在一些紧急的时候 懂得收祭 最重要是让自己不要当众出臭 这个也很重要 另外在诗篇里面 我们也有一句圣经很熟悉的 当止住怒气 理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状恶 原来当人满心愤怒 或者心怀不平的时候 就会状恶了 所以我们祈求主 赐给我们城中的所有市民都懂得 去到止住怒气 也都叫人人都懂得 弱触自己的心 最后我们也祈求主 赐给我们城市里面的市民 人人都要作一个 使人和睦的人 譬如在不同的冲突里面 我们都能够 将情况如何去到化解 可以在旁边 可能找警察帮手 找第三方的支援 我们同心去到祷告 盼望在城市里面 人人都要起越和平 起越和睦 我们一起为我们城市的情况 去祷告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是城市一个 很人多凄逼的城市 因此我们城市里面的居民 其实很容易在不同的争拗 或者一些冲突的里面 甚至乎有时 甚至会发生打斗的场面 有时甚至会一发不可收拾 日前更加有发生 有人死亡的打斗事件 我们将这些情况交托给主 主理经上面教导我们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必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原来人心里面有愤怒的时候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不懂得及时止住怒气的话 就会作恶 因此我们祈求主赐下圣灵 叫人懂得收祭 懂得虐蓄己心 以免自己因一时的怒气爆发 而犯下了不可以彼補的过错 如愿人人都懂得停一停 想一想 懂得思想后果 更加要有能力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求主只懂一切这些暴力 及激动的意念 一切这些恶念都要消除 倒摇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不同的争议里面 能够予此沟通 在冷静中 懂得思想处理问题的方法 如愿我们城中所有的市民 都能够有死因和睦的恩赐 不单止在日常生活里面 能够口出恩言 遇见一些冲突场面 能够成为当事人的好轮舍 帮助他们寻求正确解决的方法 甚至为他们报警求助 愿和平之君 我们的主 在城中完全掌权 赐给所有人都要喜悦和平 喜悦平静安稳 愿主的柔和谦卑 也都充满人心 我们感谢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就算大家也听到 两位牧师都讲及到新的病毒 这病毒可能来世空空也不奇怪 不过我们也知道 这个争战是怎样做的呢 在尼显米记里面 曾经讲及到 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 在城墙的时候 是面对很大的攻击 在阿门人 撒马尼亚人 这些阿拉伯人 这些骚扰里面 他们都很害怕的 有些就说不够力 有些就怕被人杀了 尼显米就跟他们说 他说 不用怕 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 你要为弟兄 为妻子 为家产 为你的子女来争战 什么叫争战呢 争战就是用一句 纯的圣经 来将那个问题 来摆在上帝得荣耀的位置 如果我们形容这件事越来越差 你就不能够将上帝的荣耀 摆在这件事 你要看我用哪一句话 才可以 令到那件事 是上帝完全掌权的 耶稣在尊主众里面 是这样的说法 他说 神啊 你的傍庇为我们施展大能 狂傲的 正心里妄想 就被主我们的神赶散 因为那有权能的 为我们成就你的大事 他的名为圣 这句圣经很厉害 我们做的时候 神啊 你的傍庇为我们施展大能 狂傲的Omikon 这个病毒症心里妄想 就被主我们的神赶散 因为那有权能的 为我们成就你的大事 他的名为圣 但我希望大家 你就要去背熟了它 一看到别人说 有病毒又来了 你就立刻 用这个讨文 来做表达 就算你忘记了他的名字 怎么说也好 就是这个变种病毒 狂傲的变种病毒 正心里妄想 就被主我们的神赶散 因为那有权能的 为我们成就你的大事 他的名为圣 这些要背到它滚瓜烂熟 那你才能够 站稳 比如刚才我说的 神 愿你烈天而降 愿你山在你面前震动 那像火烧干柴 那像火将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使你烈角在你面前发战 其实这些都是 是很需要 真的要站稳 求主帮助我们 你能够将上帝的说话 是藏在心里面 你透过听才行 因为耶稣为我们骑肚 他有耳朵都会听 所以你一定听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听得多上帝的说话 都可以背在这里 好 今天我们要去宣告 耶稣以復活 因为他的大能代替 我们一切的软弱 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宣告 光荣属恩主 耶稣以復活 使我离心 рус 想要在这的拉領 我们要去跟我们 如何起立 我很好 考虑 若有思量 克术 ивают emente 大能者 愿你腰间陪道 带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谏卑公义 刻然坐车前往 无不得性 你的右手必显明可谓的事 上帝啊 你的战风范 写中皇帝之心 受敌一扑倒在你脚下 上帝啊 求你为我们的城市争执 为我们的城市剿灭一切新冠病毒 我们奉主的明宣告 所有新冠病毒 要缩到永火中去 一个也不能留下 也没有一个能逃脱地 又愿主耶稣十佳大能的宝月 遮盖我们的城市 卸免国人所犯的罪 叫国人靠恩典赠 靠主恩得坚固 叫人人身体健康 心灵强烈 主恩满日 感谢神 我永远信恩怨 这手之国座 死亡以为精火 盛你所谓 神啊 愿你列天而过 使你敌人不但知道你的命 更要在主面前转背逃跑 求主发明指示一切病毒感染 把一切病毒肆虐焚烧在火中 我们奉主的明 斩断所有新冠病毒传播链 我们奉主的明 命令所有新冠病毒 要进入自我灭亡中 我们的神啊 求你为我们争战 驱逐一切病毒肆虐 败坏仇敌一切的继物 捆绑一切就座 求主施恩怜悯 拯救世人到底 祝你所恩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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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已被精火 祝你所欺败 成为世人避难所的主 求主顾念那些正受病毒影响的人士 愿主致他们有适合的药物 能够早日康复脱去感染 又愿主提升我们国人的抵抗力 洁净我们四周的空气 求主发明 叫所有新型冠状病毒 要注尿罢症尿罢 并且要跌倒灭亡 在自我毁灭中 完全消散直到永远 求主保守万六列邦 在主的平安旅 叫所有病毒过门而不入 越过这世代而去 求主私恩成就一切 祝你所欺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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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同心把香港交托给主 求主致香港人 纵然面对严重的口业 也能靠主平安度过 在困难中能深切反思 在不足处呼求主帮助我们 在逆境中心中有顺利的话语 不但要给此鼓励 更要把困难达到主的面前 求主掌管 愿我们对周中所发生的事 有警醒的心 看见疲累的医护人员 求主加留次力 看见经济滑落 求主大人的宝贝 拖住我们的城市 求主为众人开出路 剪相机 甚远在这艰难时刻 各人都要尽心尽力 共度时间 求主令我们走出困局 感谢神 主要 主啊 我们的城市 现今虽不能称为你名下的城 但我们城中 却有很多敬畏神的人 因此 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恳求 求主念吻我们的城市 求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应运而行 主啊 为你的名 不要自然 我们的主啊 一着城中 有很多民事 称为你名下的 我们亦深信 我们的城市 必称为你名下的城 感谢神 高明堂 这感谢神 他的国家 求主 未处 神 与 JOE 所有的都平安 现在有请抗慰行牧师颁布顺帝的赐福 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祈祷 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智慧的言语 一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上上福是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仁来 祈祷要行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美款待 迫白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就座 主啊 我们为到各个新冠病毒病变祈祷 求你指折言头 到着传播链继续的蔓延 为香港求平安 为世界各国求平安 因你是次人平安的主 愿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由于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平安 上与众弟兄姊妹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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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